看一下 劳森突破 给到底角 再给到大王 王泽霖也没拉住立场 一击转身 强攻 打击 哇 漂亮王泽霖 还剩下2.8秒时间 120个比较复武 王泽霖 在关键时刻 命中这一次的进球 从哪里跌倒 在哪里爬起来 2.8秒的时间 现在福建队 又是重新取得了领先 王泽霖用自己的方式 帮助福建队 再一次回到了领先的位置 我们再看劳森 这一次的突破分球 孙世鹏接球 再把球基地给到了大王 面对到今天 一直在跟他纠缠的拉杜丽查 看这个动作 一次打板的投篮命中 拉杜丽查做了他 所有能做的事情 王泽霖依然强硬地把这个球打进 我们再看一下 当拉杜丽查是怎么防王泽霖的 挤 顶 手部 然后最后去封盖 王泽霖依然正面大板把这个打进 真的就像我说的 从哪里跌倒 在哪里踏起来 是 因为之前的一个进攻犯规 那个球呢是 让王泽霖非常非常的 心有不甘的 但是呢 这个球打回来了 大概剩下最后的2.8秒 但是肯比亚依旧也有机会 去终结到这场比赛 2.8秒 什么事情都可能不发生 看江苏队怎么进攻 哦 篮下的机会 石鸿飞 决赛 这件事 石鸿飞决赛 真漂亮 这个球 想不到最后一攻 居然给身高最矮的 石鸿飞 创造篮下的机会 贝斯洛维奇真敢啊